Decoration 比如说什么护墙板啊什么 这种东西真的是可有可无 你在厨房 卫生间花的钱 下一任buyer是会appreciate 并且会愿意付更多的钱去买这套房子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戴小夕 那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 我无意间就是拿出了我们家装修的这个账目 然后做了一个加法 然后我当时发现 它居然已经超过了20万美元的大观 所以我就是当时是有一点震惊的 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post 说弯曲装修一套50岁的2300尺的房子 花了多少钱 我当时发完之后呢 就有很多小伙伴表示感兴趣 等我breakdown这个花费 以及分享了他们自己花了多少钱 比较奢华的是1300尺花了20多万的 有人说啊 装修这个2300尺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在breakdown这个花费之前呢 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房子的背景 那首先呢 这套房子是在60年代末建造的 到我买的时候是50岁的羊 当时买来之后呢 看了一下就发现 它的所有的condition都是非常original的 就是这个前任屋主呢 他除了就是update了这个roof之外呢 他几乎对室内部分是没有做任何的东西的 然后院子他倒是做了一些什么deck啊什么的 但是这些呢其实也不是我喜欢的也已经很旧了 后来我还把它拆了 所以可以说这个院子也是完全重新做的 那我这个20多万块的内容呢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花到了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也就是比如说水电啊HVAC啊一些基础建设中 那还有什么厨房啊卫生间啊这些 但是我想说我们家这个装修呢绝对不是豪装 就是非常basic的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自住房的标准 确实是没有去用任何出租房的材料 或者是flipper会用的材料 因为他们要考虑经济效益最大化嘛 那我最后也会就是被当之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在哪部分是可以省钱 哪部分可以甚至再多花一些钱下去的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花费呢是完全是硬装 就是不包含任何的软装 这个数字呢也许以后还会有少量增加 但应该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花费了 好那我现在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些比较基础建设的部分吧 第一个呢就是它所有的窗也都是original的 就是那种铝合金的窗 就是单层的玻璃 所以说隔热非常的差 不说而且这个也已经很旧了嘛 那我把它全部换掉了 那我们家呢一共有9个窗和3个patio door 一共是花了17000多块钱 我的9个窗呢其实大部分是大尺寸为主 三个patio door呢也是比较大比较宽100多寸的那种 这个人工和材料费呢它并没有breakdown给我 因为我是在home depot订的就是包工包料的 另外我当时买的时候呢还是 就是我有注册了pro的账号 然后让它给我就是进行了几次 bid就是比价 然后最后是有discount的可能有个七八折之间吧 那种优惠 我甚至认为我这个patio door什么的可以再买的更加贵一点 那像我买的那个patio door呢 基本价位在2000左右吧 但是一般好的就是三四千一个patio door很正常 但是我当时就不太舍得嘛 但其实像这种门之类的 我觉得是很值得花贵一点的价钱的 说到home depot我就继续先把home depot的 这个包工包料的部分讲完 就是我把车库门也换了 我们家房子以前的那个车库门呢 是那种就是一整块木板 就是打开的时候呢 它只直接就是直愣愣的打开 就是不是那种卷帘门 就是会把车给撞到不说 然后也很恐怖 而且也是会漏风 然后车库也会是冬冷下热那种 这个车库门一共花费是不到3000美金 包工包料在内 那我选的是insolation比较好的 好像第二好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玻璃窗的小装饰的 然后那个窗呢 选的是磨砂玻璃 就还能保证一定隐私 然后白天进窗 白天进车库还不会说很黑 还不错 我觉得对于车库门还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第三个在home depot 包工包料定的呢 就是我们家的大门 那我们家大门呢 因为它是一个双开门 就是72寸宽的那种双开门 所以它的那个 无论是人工还是材料价格 它都是double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单门的话 基本上就是人工就几百到500左右 500以内 然后门的话 就是你只要定一扇嘛 我们家就double door 它直接价格其实就等于是两扇单门 或者你也可以定那种当中一扇门 两边有两条竖形的装饰玻璃那种 总之我是更喜欢double door 我喜欢能全部打开 因为像是大的家具啊 钢琴啊 进出都比较方便 那我这个门最后是3600多 其中1000出头是人工 2300多是大门 然后还有一个100多的一个智能锁 这个也算是比较节约的 相当于我那个双开门一共材料费是2300多 单门是1000多 这个对于这个大门来讲不算是很贵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还可以多花一点 就是我如果重新再来的话 会买那种三四千的那种门 因为大门的话 这个打开如果是很有质感 然后那种实木的话 会感觉用起来很舒服 下一个部分就是insulation 就是保温隔热 那insulation这个部分呢 我一共是花了7300多美元 它呢其实是包含了我所有的阁楼 以及cross space 然后还包含了我这个阁楼原先的一些残留的垃圾 比如说之前的insulation的一些残余的清除啊 然后包括之前就阁楼上有一些老鼠屎啊 然后还有roden proof roden proof就是它会帮你查一下阁楼 还有cross space所有的角角落落 有没有那个洞 就有的话会查缺补漏给它全补上 这个叫roden proof 然后还有就是我用的insulation材料 还是比较就是中档以上的 不是这种最廉价的 然后我这个面积呢 就是roof那个etic的话 一共可能是不到2000尺 价格是包供包料的 我是包给就是那种专门做这个保温隔热的那种 那所以呢这一部分 我之后也会专门的发一个小红书笔记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个接下来一个部分就是净水系统 那这部分其实花的还蛮节省的 只花了1100包供包料 我们用的是那个sortless的系统 然后我们之前一个房子用的是用海盐的那个系统 就是那个eco water还蛮有名的 然后之前那套是包供包料一共是4800还是什么 4000多吧 我觉得还是挺贵的 然后那个的好处可能就是它后续的话 就是说你只要买盐就好了 就还后续的那个cost还挺低的 这个我也会专门开一个笔记讲的 那再接下来呢就是白蚁 那杀白蚁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我们用就是那个熏针的那种杀白蚁的方法 就整个房子包起来 就是一共是3300 看你加这个白蚁的严重程度 就如果白蚁很严重的话 这个价格会更高一些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average的价格吧 接下来就是一笔 就是我们自己买了一些安全监控系统 就是ecobee啊 alua什么 一共加起来花了860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hvac hvac的话我专门出了一集 所以我就不具体讲 我一共做了哪些东西了 hvac呢我一共是花了92007 有很多东西是用现有的 那个heater啊 有很多管道是用现有的 然后加固water heater花了725 当时好像我们做refi的时候 那个安全绳索可能绑的不是很规范吧 其实这个还挺贵的 因为你换一个water heater 可能1000多也够了 就是这个人工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到目前为止呢 这些基础建设部分 我一共就是花了46000多了已经 这里面主要是包含了换所有的门窗 包括车库门 就是没有包括室内门 室内门在后面会说到的 然后还有insulation 净水系统 白蚁 hvac主要是这些 那再下面一个部分呢 就是一些general区域的一些全屋地板和全屋的一个刷墙的一个费用 就是花费的算是比较少的 那油漆呢一共是材料是花了1000不到 买的是Benjamin Moore的比较好的一点的油漆 地板的话呢 我这个楼梯 全部包含在里面了 那楼梯的话我会专门出一个视频的 基本上就是属于比较费手工 然后比较的做起来麻烦一点的一个部分了 那普通铺地板呢也是不贵的 那我全部包含楼梯在内呢 一共是地板方面花了15600多 其中人工是花了4000多 就大部分1万多都是材料 就是其中包括了地板啊 然后还有楼梯的话 会有一些边条就挺贵的 一条就100多 还有那个垫子 所以说那个油漆和地板 所有包括在内呢 17000多 这个算是比较少的了 再接下来一个部分呢 就是一些灯啊 还有门啊 还有一些基础材料的部分 户外灯呢一共是花了900多道 其中800是人工 就是材料就100多块钱 我加了4盏新的户外灯 每一盏可能是200吧 然后换现有的户外灯呢 它是没有收钱的 一共是买了可能7、8个吧 一半是新的 就是要重新走管线 一半是换现有 然后室内灯呢 主要是大头是人工费 一共是2000多 2160 我一共是加了2、30个吧 就是基本上我每个房间是4个 然后我一共有5个房间 然后呢 还有就是客厅啊 厨房 还有餐厅 就是这些区 每个区域是4到6个 所以大家可以加起来算一算 一共是多少个 我换了5个室内的门 室内的门呢 一共人工是换了1000块 那每一个门其实收的费用都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材料呢 就比较多 材料是花了可能2000多 所以一共是加起来花了3200多 因为我买的门比较贵 室内门都是那种玻璃门为主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可能300到400之间一扇的 所以就比较贵 然后呢 基础材料 基础材料这里呢 我是大约把厨房的基础材料去掉 一共可能花了9400 然后基础材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师傅去买的一些 从钉子到木条 就是这些你表面看不到的那种材料 那这些材料呢 cover了所有地板需要用到的 比如说踢脚线啊什么 都是我师傅去买的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我 做几个卫生间 他用到的基础材料 水泥板啊 水泥板也挺贵的 然后水泥啊 改结构做的一些dry wall 还有一些小的材料 像是开关啊 插座呀等等等等 就这些都是基础材料 这些小东西都一般不是owner去买的 都是师傅去买的 那这一些呢 他时候都会找我报销 那所以因为我今天说的人工呢 都是不算基础材料的 那有一些师傅 其实报人工的时候 他是加上基础材料 去报的 所以呢 你就要看清楚 他是哪一种 那有的说啊 我做一个卫生间 4000 有的说6000 但是6000可能是包基础材料 4000是不包的 或者怎么样 就是你这个东西 横向比较起来的话 一定要就是在同一个基础上 如果是装修新手的话 你其实是不太知道 基础材料会花多少钱的 然后而且近期一些基础材料 涨价呀之类的 还有就是我们家这个基础材料呢 是连垃圾费也含在里面的 然后垃圾费其实就挺多钱的 嗯 每一车就我师傅当时雇的是 那种一车包工包拉 嗯 就是是400刀一车 一车大概是呃 一个改装过的皮卡 前面第一期工程就拉了4车吧 就是1600嘛 反正这个方面的话 我师傅是绝对没有赚什么外快啊 或者之类的 最后多余的材料 就是退到Home Depot啊什么 呃 对 因为Home Depot的退货政策很好嘛 它所有材料都是从Home Depot买的 呃 所有的发票也都给我 然后上面每一样是什么东西也都告诉我 就是或者是大概写一下那个是什么东西 呃 所以我要我要想知道的话 我是自己可以去查 其他还有就是我买的一些小材料 就是我也花了大概1000多美金去买的小材料 就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去Home Depot买来 然后装的呃可能有一些啊 molding啊或者是嗯一些反正七七八八的什么门把手啊 所以刚刚说的这些户外灯室内灯换室内门 然后所有的基础材料厨房以外啊 还有我自己买的小材料呢 这些一共花了16800多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呃 院子的部分那院子的部分其实是我个人感觉性价比没有体现的太到位的一个地方 我先说总数就我一共花了3万2 但是呢就是缺乏了一个统筹的设计 把院子的工程呢分成了太多期就是 一期两期三期四期 所以说